大家好,大家在倫敦買樓投資都會想找一些交通最方便 最好就是幾線交匯 另外,屋苑夠大,生活配套好齊 但價格又未升到很貴的屋苑 我們今天來到東倫敦的Song Tool 去看看這個區域未來升值潛力最大的屋苑 Torotree Park 我們一起來看看Torotree Park的地理位置在哪裏 其實它是East London的Song Tool位置 亦夾在三個上班區中間 包括Strafford、City of London和Canon Wharf Postcode是E16 但它厲害的並不是Postcode 而是它的交通配套 這裏可以說是東倫敦其中一個最無敵的交通配套 因為它有五條線 這五條線逐條線跟大家說一說 首先,如果你是乘火車的話 這裏可以直達Venture Street 所以平時回City of London的朋友 可以乘火車一線直達 是最快的 另外就是DLR DLR這裏除了往上可以去到Strafford之外 去下面這裏 亦都可以直達London City Airport 和Canon Wharf 如果你搭到粉紅色線的Hammersmith & City Line 亦都可以通過City of London 亦都可以去到King's Cross 所以如果Google上班的朋友 或者Strafford上班的朋友 亦都可以搭這條粉紅色線回City 如果你是讀Imperial College的話 我們的Distrit Line 亦都可以去到West London的South Kensington 所以你無論是想去購物或到時要上學的話 綠色線亦都可以幫到你 最後一條就是其中一條最普通的地鐵線 亦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地鐵線 就是Jubilee Line Jubilee Line 除了有Night Train之外 非常之方便 適合你出去喝東西 就算晚上回家也不用怕 其次就是它的線亦都非常之方便 包括我們這裏一個站 就可以去到Strafford 下方便會經過Canning Town 你可以去O2看演唱會 可以去Canning Rock上班 再下方便已經是London Bridge 亦都是其中一個上班的地方 甚至乎去到Waterloo All the way 亦都可以去到Bond Street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這裏 有這五條線 無論你是上班還是上學 都可以說是完全是一線值達 現在值得買Trout Street Park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Master Plan 以及它現在是Early Faces 其實整個Trout Street Park 它是有2800個單位 亦都分了起碼有8至9個層 你見到我們現在有顏色 這兩棟其實是我們差不多是第一個層 之後你見到磨砂的就是Future Faces 所以我們永遠買Barkley的樓 都會知道Barkley不是建一棟樓 而是建整個社區 如果一個超過15至20年的開設 你買它的第一期 永遠的升值潛力都是最高 現時我們頭這兩棟 亦都是最近地鐵站 我們在地鐵站 基本上一出就是我們的屋苑 然後左手邊就是Evergreen 右手邊就是我們剛剛開賣的Redwood 住開香港的朋友 非常熟悉地鐵站上蓋這個概念 但在倫敦找地鐵站上蓋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我們找回全倫敦 一出地鐵站就是屋苑 其實是非常之少 包括我們比較熟悉的 譬如是White City 我們松敦東面的Raw Arsenal 或者是松溫的Belder Sea 或者是Stratford 都是比較接近這一種的感覺 但未來在東區 其中一個最方便的地鐵站上蓋 就是我眼前這個屋苑 你看到這裏五條地鐵線 到時你放工或者放學 我們在這裏一出站 就真的比較貼近我們亞洲的生活方式 因為整個地鐵都已經是屋苑的範圍 所以全部都會有屋苑的管理 Ground 4這些全部都是Commercial Unit 所以到時會有Coffee Shop Very likely會有中超珍珠奶茶等等 你看到我們整個屋苑中心的這個Signature 這個Building 其實它樓下就會是一個社區中心 跟著中間這一層就會是屋苑的Marketing Suite 跟著樓上就是一個非常之美景觀的餐廳 其實頭這一兩期 下面這些成立全部都是Commercial 跟著這兩層樓底的也是Commercial 我們也確認了Supermarket 是會在我們現在Evergreen的Ground 4那裏 就會有一個Supermarket 所以到我們這裏2025年收樓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屋苑的Singsbury已經出來了 所以到時你在地鐵站一出來 在樓下有超市有Coffee Shop之外 我們也會看著這裏 整條有350米的一個中央花園 這個area除了一個長之外 也是很闊的 我們兩棟樓中間 你可以看到這個距離 是有整座樓的距離在中間 所以到時我們整個屋苑就會有 Ming Revenue 亦都有一個很大的草地在裏面 所以整個感覺就是 生活類除了方便之外 一出地鐵站就有 感覺上又安全又舒服又乾淨 又有Green Space 又有Commercial 又有生活配套 可以說是在倫敦非常難找的一種生活方式 店舖來說 除了我們屋苑樓下的Ground floor 這些是Commercial之外 其實我們這裡整個Central Park的兩邊 這些全部都是店舖 所以到時就會好像有條High Street 在屋苑出來這裡 這邊就會有一些Coffee Shop 餐廳等等 然後那邊也是 所以整個屋苑就不會只是一個住宅 它也會好像一個社區 有些像你住在Wembley Park那種感覺 我們今天就來到Evergreen的建築現場 看看一看 其實房子已經差不多起了七七八八 我們這裡其實是2025年左右收樓 然後你看到我們現在就是Evergreen 我們後面這一棟 這一棟 到時就會有Marketing Suite 樓上會有Full City View的餐廳 然後這一棟就是Redwood 到時我們屋苑 Evergreen樓下 就已經有Sainsbury的超級市場 然後你看到我們的Ground floor 就很多其實都會是Commercial Unit 所以到時除了有超級市場之外 還可能會有一些生活需要到的 例如是Salon 或者是平時需要到 例如是整紙甲的東西 我後面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已經是地鐵站 所以 我下面這裡就是地鐵站 到時如果要搭Tube的話 在棟樓上走下來 前面看到有條天橋 天橋那裡 一個對面已經是Tube Station 到時我們在Redwood樓下 都會有其他Commercial Unit 到時做好之後會是怎樣呢 就像我身後的CGI 地鐵站一出來 然後你就看到有餐廳 樓下有些Landscape 很帥氣的 親身看真的完全不一樣 好 在我身後的就是屋苑 其實到時如果上班上學 就是在這裏 一屋苑 一進入 這裏就是入口 然後到電梯 就可以跳上地鐵 就可以上班上學 如果在Cannery Wharf 上班的朋友 住Western是非常方便的 星期五和星期六晚 都有地鐵可以回到家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Evergreen 一個兩房兩次的示範單位 其實這房子是未收樓的 但我們在25樓 就裝修了一個兩房 我們在這裏 可以看到 我們在Evergreen 真正看到的景觀是怎樣 一進來 我們首先 後面這裏 有個Utility Room 其實也不是Utility Room 這個是Storage Room 只是用來擺東西 所以你可以擺行李箱 放家電 Utility Room 在哪裏呢 Utility Room 就在一進門口的右手邊 在這邊 就可以擺回我們平時的 洗衣乾衣機 洗衣籃 那些東西 然後進去 就是睡房和客廳的空間 然後我們來看看 主人房 主人房 就採取了一個 好像Walking Closet的位置 所以解開了衣櫃 但我們進來睡房的空間 你看到空間都不細 雙人床 兩邊可以擺到床頭櫃 一個大的玻璃窗 雖然這隻不是落地的那隻 但你見到採光都非常之好 我們兩間房都是看著一片 Green Space Low Rise 以及整個O2 其實我們這裏 斜斜地看著 Cenry Wolf 如果我們在這裏 很多單位都可以看到 Cenry Wolf 加City of London 然後我們床腳尾 其實你見到 還可以擺到一個梳妝桌 或者一個小小的書桌 都沒有問題 好 主人房 除了睡房空間 其實他戒開了一個位置 做Walking Closet 這裡做了一個 四門的Walking Closet 我這樣開這兩道門 給你們看得清楚 有四道門 這些其實全部你見到 做到上頂 所以儲物空間 就會相對大一點 平時如果我們在2nd bedroom 需要加一個衣櫃 很多時候都要 成千多磅一個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裡面已經有個 Fitter Wall Drip 是很好 如果你要之後找人再加 你就更加貴了 我們這個 除了有分開了Walking Closet 位之外 還有一個En suite的Shower 剛剛好 戒開了洗手間 和睡覺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說 不喜歡床 可以看到洗手間 這個就剛剛好 用衣櫃隔著了 如果主人房的話 就會是一個Shower Room的設計 所以這裡會是棋缸 做了Ring Shower 當然會做了Shower Screen 後面還有一些 可以放一些 平時的Shower Gel 等等 全部鋪磚 顏色方面 都是用灰色 搭配對切粉 搭配黑色 形格的設計 也做了下面這些 儲物位給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二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 雖然是第二間睡房 但其實它的尺寸和第一間睡房 都一樣大 是一個四方塊 我很喜歡這個睡房的調色 你看到它是非常柔和的女生房 同時可以看到空間很大 但是可以過來拍一拍 第二間睡房的景觀 我們今次這個單位 是看著看正的O2 而由於我們 其實整個12th Street Park 我們現在賣這兩棟樓 可以說是區內最高的兩棟樓 所以你幾乎附近 是不會找到有高階 然後你見到我們睡房 後面這裡除了放一床之外 也可以放到全大小的衣櫃 接著就是Family Bathroom 你見到Family Bathroom 除了四面牆全部鋪了磚之外 當然也做了一些鏡櫃 如果是Family Bathroom的話 就會做一個Bath Tup 有位讓你擺放一些Gel Gel 當然 這裡也有位讓你擺放蠟燭 諸如此類 還有一個毛巾架 今次你見到它會比較用心 就是它的水龍頭位 都會配合黑色的水龍頭的設計 我們東區的設計都是比較trend 好 接著我們來看看客飯廳 現在是下午4點多 你可以看到太陽曬到進來 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光亮的 我們先看看廚房 我們這次是一個U型廚房 用一隻淺色的顏色 今次發展商的設計 有部份是Open Shelf 有部份是Closed Shelf 當然所有的Worktop都會做Stone Worktop 今次這個設計了1.5星 我們的洗碗碟機就是這裡 會用Bosch的家電 就算一房都是一個全大小的洗碗碟機 全部製造廚櫃的空間 U型廚房的儲物空間一般都會大些 除了我們平時的洗碗碟機 煮食爐 Bosch的叉孔煙機 還有焗爐微波爐 全大小的洗碗機 你看到這個顏色看上去非常舒服 我們旁邊這個就厲害了 我們在餐廳的位置做了一個落地玻璃窗 不知道同事能否接進來 我們來看看這裡的景觀 我們這裡直看 可以看到有Gurkins 有The Chartres 有The Chartres 然後這邊就是Cannery Wharf 我們這個景觀非常無敵 因為我們附近已經是我們這裡最高的樓 而且我們向這邊的方向也有點向西蘭 所以景觀更漂亮 我們整個廳一個DUAL EXPECT 每一面窗看出去都可以看到 City of London的景觀 以及左手邊Cannery Wharf的景觀 我們現在是一個25樓的空間 這個由於一個雙面朝向 就是DUAL EXPECT的單位 這邊跟睡房一樣都可以看到O2 然後如果你拍過來 你會看到我們這次整個單位的兩房客飯廳 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客廳的設計是非常之誇張的 你看到全屋其實都是鋪上一個地板 也是一個木紋地板的設計 我們這次大部分的Layout 都是非常之誇張的 好 大家來到倫敦 無論是買樓收租還是自住 都想找一些距離市中心不是太遠 最好就是Song2左右 多過一條地鐵線 又是地鐵站上蓋 屋卷又夠大 會所設施又製存的屋卷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找到 譬如現在Song2去到西區 最流行的一個地板就是White City 由於現時White City Living 整個地板已經發展得差不多 所以今時今日你在西區的Song2 買的兩房其實已經超過一個Million 如果來回東區這一面 就算你買到Song4 其中一個很受香港人歡迎的一個屋苑 Rawal Arsenal Riverside 亦都因為一出地鐵站就是屋苑 會所設施又齊 生活配套又齊全 現時它的兩房已經賣到七八十萬 今日我們身處的Trowthrees Park 因為整個Regeneration有20年 而我們只是起它的頭頭的第一期 所以現時的性價比是極高 我們今天在東倫敦一個Song2 有五條地鐵線的地板 現時六十多萬的英鎊就可以買到兩房 就算是三房的Starting Price 也只是八十多萬 而未來還有二千多個單位會繼續興建 所以屋苑的配套亦都會相當齊全 所以如果你想買一個升值潛力又高 去上班、上學地方又近的地區 亦都可以買到地鐵站上蓋的樓盤 Trowthrees Park 絕對是一個值得你留意的樓盤 現時我們剛剛幫它 在推出它的新一期Redwood 所以如果對這一期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不要猶豫 現在立即就聯絡我們了 去四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